問獎拍下一張張大樓附近的照片 氣得慢肚子火 尤其還看到後座被丟下兩杯飲料 更生氣 原來飲料的主人搭了車 沒付錢就落跑 小黃司機PO文寫下 一個漂漂亮亮的女生 下車叫我等她一下 說還要坐回復興北路 結果一等 等了快一個小時 還沒出現 留下兩杯飲料 問獎之罵真過分 還說要報警告詐欺 騙辛虎錢會下地獄 當時計程車司機呢 就是從復興北路 把女乘客載到靜夜三路 這個巷弄裡頭來 但是女乘客下車 說要拿一下東西 馬上就會回來 沒想到這一去 沒有付錢 人就消失了 車章落跑發生在一月三號 晚間七點半左右 台北市大直 女乘客從復興北路上車 到靜夜三路下車 說還要回去 但是人竟然不見蹤影 問獎等待一個小時 車子一共四百二十元 完全做白宮 而其他計程車司機說 這樣的情況常常發生 大多只能自認倒霉 比較有經驗的問獎說 客人在久了 總是會碰到這樣的落跑客 雖然還是願意相信乘客 但自己也要多提防 上時聽到要下車一下 就先請客人先付款 或是抵押物品 真的不付錢 只好開去警局 畢竟是開車賺的辛苦錢 也不想倒霉 被白白騙走 記者西文翔旅警台北報導